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长期以来 他在花莲就对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的各项事情非常的关怀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魏嘉贤身上留着他祖母跟外祖母的血液 而这个血液就是来自于我们原住民阿美族的血液 如果他这次能够顺利选上我们花莲市的市长 那大家就复聚啦 就会有福气啦 那这一次这个市长浮选啊 下个礼拜还要把这个行动中场会开马到花莲来开 那是不是有特别的强力来浮选这个我们的花莲市长浮选 其实这个花莲市长的这个浮选啊 先不讲的吗 洪荒之灵啊 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要集中到花莲市来让这场的这个选举能够胜选 就是我们要非常愿意 看待我们这个部落我们希望赢回的是大家对我们的信心 尤其在花莲 花莲本来就是一个蓝大于绿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上次大选 我们输掉了立法文的席次 那么给国民党是个警讯 那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支持我们的民众跟这个力量逐渐在消失当中 那也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人民对我们的信心找回来 不是光是自己的信心 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信心上面 那就是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说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共产会站起来 制造的对立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回应一下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可笑 他们是从这个上次总统们到各部会的首长 到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花莲市为他们的候选人来逐渐 这叫不要反正式化呢 如果说他要制造各种对立 那对不起 我们还争献学 要制造族群的对立 那是民进党的专业 也是他们的专长 所以我们听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觉得做贼海 抓贼 这是很可笑的 所以我们正在争献 我好感觉 我好感觉